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小林林斯Live YouTube 頻道 大家見過的好嗎 那我們現在的時間是 下午的3點26分 那今天是2020年的12月28號 那距離我們的2020結束 大概只剩下三天吧 那我現在呢 我現在人在屏東的中山公園 屏東市的中山公園 那我們今天呢 小林剛剛我看了一場電影 然後這個電影的名字叫做 《靈魂急轉彎》 它是迪士尼的皮克斯的動畫 然後跟之前的一個動畫叫《腦筋急轉彎》 有點類似 然後標題有點類似 但是他的就是影片的內容講的是不太一樣的 這個我不太能劇透太多 如果你真的想看的話 你可以去 你可以去就是 迪士尼 你就可以去看這部電影 我整體來講 推不推薦來看這部電影 我是蠻推薦的 因為 這部電影 他 整個阻止他是在探討生命的意義 對 所以 我覺得還蠻特別的 呃 可能平常 很多人大家覺得說 人的生活 好像都 人的生命啊 可能都要有什麼樣的目標 特別的一個目標 可是 很多人 比如說 呃 比如說有些人覺得說 欸我生來可能 我的目標 我的人生的目標 就是要成為音樂家 像影片裡面的主角 他叫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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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覺得他 從小 他爸爸啟發他學習那個 爵士音樂 然後 然後 他就覺得說 他想要成為 他人生的目標 就是成為一個 爵士的音樂家 但是 他一直都覺得說 我生涯的目標 就是成為一個很棒的 爵士鋼琴的演奏家 所以他 非常的 急急盈盈在 成為 爵士鋼琴家的這個目標上 可是他母親呢 就覺得說 不對 喬 我覺得你 生活的目標就是 要找到一個穩定的工作 然後 成為 爵士音樂家 收入不穩定啊 生活不穩定 所以 每個人對於自己人生的 定義目標都不太一樣 那這個橋呢 他 在有一次的意外當中 就是 真的是意外 他就是採空了 採空了一個路面 然後掉了 掉到一個 就是路面底下的寒洞 然後他就過世了 然後 他就突然離開了這個人世間 然後 影片裡面 他就是 皮克斯的動畫 就是用一個 就是 他的靈魂去講述這個故事 他是什麼樣的故事呢 就是他從這個故事裡面 告訴我們說 其實 怎麼說呢 我要用怎麼樣淺顯的語句來跟大家講 其實 皮克斯他想要藉由這部電影來告訴大家 其實 人活在這世界上 目標什麼的其實很重要 可是最重要的目標 人生活的意義就是 活在當下 去享受那個當下 去體驗那個當下 雖然我們人有很多的目標 可是每一個目標都是由 每一個當下慢慢累積而成 所以 活在當下 享受那個當下 是非常重要的 對 所以這次皮克斯想要藉由他的 電影 這部靈魂機轉彎來告訴我們 對 那剛好我們今天 在一個 還不錯的地方 中山公園 我覺得 這座公園 他就是 很棒 他就是有點 就是環繞 就是非常多的樹林 然後我想說 剛好看完這部電影 熱騰騰 非常新鮮的 然後跟大家分享 對 那這部電影 靈魂機轉彎 其實 小鈴我當初在看的時候 我就有設定說 我大概三個月前看到這部電影的 就是 預告吧 然後 我就覺得說 這部電影 還蠻有趣的喔 他透過就是 一個靈魂的角度 在說故事 然後我覺得說 說不定可以 就是來觀賞一下 因為我覺得 有時候 大部分的人 我也跟大家一樣 就是生活的時候 有時候會迷茫 就覺得說 欸 生活的目的到底是什麼 人生的目的到底是什麼 那其實 看到這部電影以後 我會覺得說 欸其實 活在當下 去體驗享受人生 然後 但是不要忘記自己的 目的 還有初衷 那 經由每個片刻 去慢慢累積 去慢慢累積 生活 的一些經驗啊 然後慢慢的去達到這個目標 我覺得 這個是 呃 我在電影 這部電影 靈魂機轉彎裡面 得到一個 非常大的提示 對 然後順便說一下 因為現在 感覺大家 進電影院的人 好像不是很多 那確實 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因為現在的這個情況啊 所以 進電影院看電影的人 本來就比較少 而且 進電影院 比較尷尬的是 要戴著口罩 對 然後 戴著口罩看電影 其實是一個 我今年蠻特別的體驗 因為我今年看過電影 大概就兩場吧 第一場是年初看的 然後 年初的時候 看電影的時候 那時候沒有強制要戴口罩 我記得印象中 沒有強制要戴口罩 可是這次進去很明顯 就是 你進去一定要戴口罩 對 為什麼會停在這邊 我會覺得 這個 這個遊樂設置很特別 想說停在這邊給大家看 然後進電影的時候 因為今天剛好也是 也是平日 所以 就是 本身電影院的人就很少 再加上現在這樣的一個情況 進電影院的人 真的是 就是非常的少 幾乎是沒有人 對 整個電影院加我 還有其他觀眾 加起來應該不到 不到七個吧 不到七個 我想應該不到七個 對 所以 就是人非常的少 對 然後 我就想說 欸 人很少 然後就是 也不知道 這部電影到底好不好看 不過最後的結果是 這部電影 是沒有讓我失望的 是一部好看的電影 然後我們現在走到的這個地方是 中山公園 他的 就是 晚上的這個燈會的 聖誕燈會的這個現場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很多燈具 可是白天看好像 還好 對 普普通通 對 但是晚上看的時候 大家如果之前有看我前幾部影片的話 應該有看到 中山燈園晚上的聖誕燈會的這個場景 是還蠻漂亮的 對 所以 想說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剛剛看完這個電影的 算是喜悅嗎 因為我看完以後結尾還蠻開心的 然後我是覺得說 這部電影有讓我重新去找到 就是生活的 就是重要的細節在哪裡 就是去享受 每個 片刻 不論喜怒哀樂 或是悲歡離合 帶給你的 就是 帶給你的感受吧 對 所以我覺得這是我在這部電影裡面 得到了一個 蠻 不錯的一個 啟示 或啟發 對 然後想說 很推薦大家如果 因為這部電影才剛上映沒多久 12月25號上映的 今天是 12月28號 所以 大概才上映三天吧 所以我覺得還蠻值得去看的 而且 如果說 大家如果平日有放假的話 或是 剛好平日沒事 也可以去看看這部電影 不是腦筋灸 靈魂急轉彎 我剛剛講錯了 對 這部電影叫做靈魂急轉彎 蛮推薦給大家來看 對 好 那就 我們今天的分享 就先到這邊結束了 那感謝大家的這個 觀看 那喜歡我這部影片的話 也可以在影片底下 幫我按個喜歡 然後免費訂閱我的 小林林斯Live YouTube頻道 那我們 每天都會上新影片 然後現在是 12月28號 28 29 30 31 1月1號 我們就會 每天都會上影片 之後也會每天上影片 陪大家 就是倒數 跨年 這樣的一個感覺 好 那我們就先這樣子囉 祝福大家有個美好的一天 拜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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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